而旅行的方式有很多种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目前欧洲正风行的旅行选择 那就是徒步或是骑单车 甚至是骑驢子 来完成一趟大约800公里的朝圣古道 每个朝圣者 无论是不是天主教信徒 他们的终点站 都是西班牙的圣地雅各 康坡斯特拉古城 而借由如同苦行僧的修行 放下俗悟跟自己相处 进而找到人生道理的启发 因此深受忙碌现代人的喜爱 短短十年 每年踏上这条朝圣古道的人 增加三倍 还有许多相关的游记跟小说诞生 小说热卖还因此改编成电影 大卖五亿台币 跃积德国今年到目前为止 卖作最好的电影 马丁亚马和他两个放暑假的孩子 七点就起床出发 一家四口今天预计要徒步26公里 这是欧洲正夯的旅行方式 简单说一声 我出去一下 背起轻便行囊 撑住着管杖 前往法国和西班牙边界的圣雅各古道 实现一趟抛下指我 探索真我的朝圣旅途 所有朝圣者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位于西班牙西北方的圣地雅各 康坡斯特拉古城 古城里埋葬着耶稣门徒圣雅各的遗骨 传说雅各在耶路撒冷殉教 古还无端地失踪 西本九世纪 一名修士在心心指引下 在康坡斯特拉古城 找到了他的墓穴 从此之后 教徒便会从欧洲各地前来朝圣 如今宗教不再是践行的唯一目的 许多人将这趟旅行当作是挑战自我 而无论是朝圣或是挑战极限 都能获得心灵上的启发 在2015年超过25万人踏上圣雅各古道 人数几乎是十年前的三倍 为什么朝圣践行会风行起来呢 这和许多游记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 比方说德国记者史蒂芬·亚伯的 这本游记《圣雅各之路》 被生活捆绑住肉体和心灵的现代人 暂时放下俗世拥绕 借由天上繁星的指引 探求到生命的启示 而在2006年一本畅销游记 《我出去一下》 更将这趟类似苦行僧修行的旅行 推生成炙手可热的行程 这本书的作者哈佩·科克林 是德国知名喜剧演员 典型的现代忙碌成功人士 过劳过重又过累 身体终于在他36岁那年搞大罢工 听觉障碍 心机梗塞 切除党男 然后情绪低落统统来 于是他决定放自己半年假 低调地跟朋友说 《我出去一下》 便踏上了圣雅各朝圣之旅 当然过惯舒适优渥日子的哈佩 怎么可能轻易放下七情六欲呢 肩负着11公斤重的背包 在荒野甚至穷山恶水中徒步情形 更是对意志力的考验 哈佩将他在圣雅各古道上的经历和体会 写成小说 蝉联亚马逊榜首热销了400万册 激励更多人展开探求生命争议的旅行 带着孩子探索心灵的布学先生 认为暑假应该要教育大于享乐 而将近800公里的旅程 最物质的享乐就是人手一本的朝圣护照 除了护照 朝圣者在完成一定旅途后 圣地雅各康波斯特拉古城 就会颁给你一张拉丁文证书 据说有了这张证书 过世后 俗世的罪将会被减半 看到这 有没有想要立刻背起背包 飞往西班牙呢 我会被查看 我会被减半 你会被查看 我会被查看 你会用到你的手法 你会被减半 是真是最美的 是真是真实的 我会被查看 我会被查看 我会在乡人之后 我会被查看 我会被查看 你会被查看 我会被查看